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我们讲到中国近代主战派 主合派 我在上次课当中讲到 不是讲人民的主战和统治基金的组合 他们之间这种分歧 是讲到统治基金内部 主战派和主合派的争论 那么无论是主战派和主合派 他们都是封建统治基金的成员 都是封建统治者 那么他都会明白 皮质不存毛巾烟腹的道理 就是清王朝这个皮不存在了 这些封建官僚的毛要依附于谁 那么也就是说 这些人 他们都应该以维护清王朝的最高统治 作为自己的一个根本的一个职任 是吧 就是说维护清王朝的这种统治 对于他们来讲有共同的利益 那么既然如此 为什么在清政府内部会出现 一部分官员主战 一部分官员组合 为什么呢 我想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那么应该讲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 除了极少数的比有用心的主战论者之外 你比方讲 像伊克特玉弄当中的思习太后 是吧 这个端俊王载衣 那么这些人之所以主战呢 是出于个人的 一些不可告人的一些私利 那么除了这些极个别的人物之外 中国近代史上的绝大多数的主战论者 是吧 他们都强调中国进行对外战争的这种 正义性和必要性 都认为中国对外进行抵抗 是正义的是必要的 他们也相信中国一定可以取得 对外战争的胜利 那么而一个 另外一部分是组合派 这个组合派一般的说 他并不否认中国对外进行抵抗 进行战争的这种正义性 也不否认中国进行抵抗的这种必要性 他并不否认这一点 那么但是这些组合派当中 有很多人对于中国能不能够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对于这一点 就是取得战争胜利的这种可能性 在这一点上 他们表示怀疑 也说他们认为中国呢 很难取得对外战争的胜利 所以说他们主张对外要进行议和 不肯轻于延战 那么也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造成一部分官员主战 另外一部分人组合 造成主战组合这种分歧的 这种最主要的原因 不是其中有一部分人爱国 一部分人卖国 不是爱国卖国之分 是什么呢 是他们考虑问题的 这种着眼点不一样 在考虑问题的时候 他的这个着眼点是有不同的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也想下面做一些这个分析 那么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当中 那么在最初 清朝的君臣上下 都是以一种君临万国的姿态 来自居的 认为中国是天下的李之邦 天朝大国 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 没有人对于这个天朝 讨伐英译 讨伐外国人的这种正义性 必要性表示怀疑 那么也很少有人 对于清王朝讨伐英译 能够取得胜利表示怀疑 因此当时呢 很多人是主张对英进行战争 没有人公开的反对对英进行战争 或者说没有人主张 对英进行妥协 那么大公皇帝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当中 几次派遣将领 派遣军队 去抵御英军 是吧 那么这个第一次鸦片战争 是三起三落 那么这种现象 就表现出了 这个天朝 战得必胜的一种心理 他认为自己也是可以战胜 外国群战者的 所以说呢 几次派将 派军队去征讨英国人 那么但是后来 随着战争的发展 清军在战场上 不断的溃败 那么在这么种情况之下 东南沿海一带的 一些地方的总督巡抚 提督 那么这些人 那么开始同英国人 有了一个 真正意义上的一种接触 那么这些人 那么对于英国这种 尖船力炮的威力 有了一个 切身的一个感受 因此这些人 首先对于中国 能不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 表示出了自己的怀疑 1841年2月 被派到广州的 梁广总督齐善 向道光皇帝上了一个奏折 那么齐善在这个奏折当中 就讲到了中国 在对英战争当中 有很多不利的条件 有哪些不利条件 他讲 中国地势之无药可恶 中国的地势 没有显摇的地方可以恶守 军械之无力可视 武器军械 不够先进 很难依靠 军械之无力可视 同时讲到 中国的兵力的不足 讲到了民情的不坚 中国军队的数量 那么不够多 或者作战能力不够强 民情不坚 就是中国社会内部 还有很多不稳定的因素 因此这个齐善 在1841年 就像道光皇帝提出来 对英国人要暂时机密 同英国进行议和 就是看到中国 在对英作战过程当中 还存在着一些不利的因素 那么当时道光皇帝 对于齐善这个奏折 非常愤怒 在齐善这个奏折当中 就批了几个字 就批评齐善 受逆仪 齐武戏弄 说你被英国人戏弄了 耍了 因此就下令 要隔去齐善这个大学士的一个官职 隔去大学士 拔去花林 仍交部严加益处 对齐善进行这个治罪 那么但是清军在战场上不断的失败 那么这样就使得一些具体的 同英国人 办理遗物的 办理交涉的官员 对于中国这个 能不能够取得战争胜利 完全失去了信心 就是虽然道光皇帝 对齐善进行了批评 治了他的罪 但是战场上 清军不断失利的这种现实 使得一部分人 不得不再次提出来 中国要对外议和 因为他们看到中国 实力不如英国人 看到英国人 尖传利炮这种威力 1842年3月 就是原来属于主战的浙江巡抚 叫做刘运科 刘运科这个人原来是主战的 在1842年3月 向道国皇帝又上了一个奏折 在这个奏折当中 刘运科这提出来 中外战争继续进行下去 对于清王朝来讲 有十个可律 十个可以忧虑的问题 或者值得忧虑的问题 哪十个可律 他讲了前七个可律 前七个可律 就是主要是讲什么 说中外军事力量对比悬殊 中国的军事实力不如人 你没有他讲 比如清军屡败 势难在阵 清军屡次打仗 打败仗 士气很难再振作起来了 精兵难调 缓不济集 清王朝调及清兵 调兵遣将 缓不济集 清军很多时候是要靠行军 要靠脚去走路 那么有很多史料记载 那么清政府像从贵州 或者从湖南调兵到广州去 往往要三十多天 四十多天 缓不济集 那么讲到英军的炮火猛烈 清军难于抵抗 那么还讲到清军 没有一个精炼的水师 也没有一个 这非常坚固的大船 只能够妄扬星探 说清军呢 实际上失去了这种制海权 那么还讲到了 有汉奸为这个英军来引路 那么清军呢 有时候防不胜防 那么讲到了七个可律 那么另外 又讲了三个可律 那么这三个可律 是讲的什么问题呢 一个是讲到 由于爆发了这个中英战争 这个清政府的草粮 运到北方来 他要用这个草船 整个这个运河被这个英军的阻断了 大量的南方的草粮 很难运到北方来 这个对于清政府的威胁很大 这是一个可律 那么再一个可律 就是说 由于发生了战争 中国国内的这个物价在上涨 就是米 面 蔬菜 假日 增昂 小民 度日 艰难 物价 非诈 老百姓生活很困难 那么在这么种情况之下 不逞之徒 趁机而起 就是说 国内会爆发 这个人民起义 这个也很值得忧虑 那么第三个什么呢 就是战争 旷日持有的进行下去 清政府支付不起 这种大量的这种军事开支 这个军匪开支 那么在1842年 刘运科向大国皇帝提出来 如果中英战争继续进行下去 清政府面临着很多不利的局面 有很多值得忧虑的这种方面 那么在这个之后 亲战大臣齐英 两将总督牛建 那么也极力主张 要对英采取机密的政策 对英采取议和的这种办法 像这个1842年5月 那么这个诈谱失手 诈谱失手之后 齐英对于当时的局势 做了这么一个分析 那么齐英的分析是什么呢 说这个时候 战则士气不振 继续进行战争 士气不振 守则兵数不符 如果进行防守 中国的军队数量不够 因此怎么办呢 他说舍机密之外 别无他策 是图了通外国 通英国进行议和之外 没有别的好的办法 那么我们通过 对第一次压平战争当中 清统治集团成员 对待外籍入侵态度的变化 通过这种分析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在清朝统治阶级 还没有认识到英军 是吧 这种尖船力炮的威力之前 或者说他们没有看到这个清军 是吧 这个八旗兵 他的战斗力已经大大下降了 很难抵抗外国群体 或者说 他们认为 中国还有可能 战胜英国人之前 他们不会有人主张对外议和 就是他们如果认为自己的力量 可以战胜英国人 他们不会主张对外议和 应该讲的 这是他们一个阶级本质所决定 那么他们之所以主张对外议和 主要是考虑到中外力量对比悬殊 认为采取议和这种办法呢 才能够维持清王朝的统治 那么在鸦片战争的后期 之所以有些人主张对外议和 原因是两个 那么一个呢 就是他们看到了 或者说过高的估计了 中外力量对比的这种差距 不相信中国可以取得 战争的最后的胜利 那么他们认为 采取议和的办法 比战争的办法 更有利于维护清王朝的 清王朝的统治 那么这是他们主张议和的一个原因 那么第二个原因 他们就是担心 中外战争不断地进行下去 长期进行 有可能引起 中国人民的这种反抗 国内会发生人民的这个起义 那么导致一种什么呢 叫做内忧外患同时病起 或者叫做外患未除 内忧又起 担心出现这么一种局面 那么正是这两个原因 导致了秦王朝内部 一部分官员 到了战争后期 主张对外议和 那么又这两个原因 也是以后 中国近代历史上 历次在反对外国群的战争当中 统治阶级 之所以要对外议和的 一种共性的原因 在以后 一些青少统治阶级 主张对外议和 主要也是出于这么两点 一个就是担心 中国武力不如人 继续进行战争 中国会遭到很大失败 认为进行议和 有利于秦王朝的统治 那么第二就担心 长期进行战争 会引起内忧外患同时病起 那么这是我们讲的 第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一部分 组合论者会 为什么一部分 主战论者 后来会转变成 一个组合论者 它的一个原因 那么这是我们讲的 这个第一个问题 下面我们讲 第二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讲一下这个主战论者 考虑问题的主要着眼点 和立足点 也就是要讲一下 主战派 主战论者 他们在主战的时候 是基于一种 什么样的考虑 讲他的主要着眼点 和这个立足点 那么清政府内部的 绝大多数的这种官员 或者说清政府内部 是吧 这个主战论者 之所以主战 那么这组合论者 之所以组合 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讲的 一些人是爱国 一些人是卖国 那么它是什么呢 那么我认为 他们之所以主战组合 他们的立足点 是不一样的 为了把这个问题 说清楚 我们以这个主战组合 争论最激烈的 这个中法战争为例 以这个中法战争为例 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 主战派和主合派 他们是站在什么 不同的立足点上 去考虑问题的 那么分析一下 他们这个不同的立足点 那么实际上 在这个中法战争当中的 统治集团内部 这种核战之争 并不是在中法战争 已经爆发了以后才出现的 也就是说 在1881年中法战争 没有正式爆发之前 清政府内部 就已经出现了一种主战 组合的 这种两种思想的 这么一种矛盾 1881年12月 总理衙门 曾经就为法国 去论越南这个事情 那么像光绪皇帝 上了一个奏折 还有一个复骗 上了一个 我们一般讲说 这个折骗各异 一个奏折一个复骗 那么总理衙门就建议 清政府 就法国群的越南问题 征询南北洋通商大臣 还有 比如说 云南 贵州 广西 就是同越南交界的 这些省的总督巡抚的意见 就是怎么样 去处理法国群的越南问题 那么在这个折骗当中 总理衙门 一方面强调 说法国群的越南 它的目的在于中国 在于群的中国 而且中国和越南之间 存在着历史上的一种宗藩关系 那么因此 中国对于越南问题 不能够置之不理 那么但是另外 总理衙门又担心 担心什么呢 说如果中国对于越南问题 进行干涉 是吧 就很有可能导致 中法之间那种正面的冲突 甚至爆发战争 那么感到很为难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清政府内部 虽然还没有出现 两个政治派别 一个主战的派别 一个组合的派别 但是清政府自身 在考虑对越问题上 自己就产生了一种矛盾的 一种思想 一个方面认为中国应该圆越抗法 另外一方面又认为 自己的力量不如法国人 不如法国 担心从法国发生这种正面战争 那么在中法战争爆发之前 清政府内部 自身就陷入了一种 战和核的这种矛盾当中 1882年 这个三月 法军在李维业的带领之下 是吧 攻陷了河内 就是占领了这个越南的北方 那么这个时候 总理衙门再次建议清政府 要就法国圈的越南问题 征求有关都府的意见 听听大家的意见 怎么办 那么在这个时候 面对着法国圈的越南问题 清政府内部这些都府 围绕这个问题 提出自己不同意见 那么就形成了一种主战组合 两种不同的主张 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政治派别 那么主战派 之所以主战 这样子是以后的一种不同的主张 就像是一种不同的主张 我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比较一样的这种 要练习了一个人